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讓我們一起投資理財賺大錢 我是阿哲 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 近期台北股市當中 不管是航空股還是航運股 股價表現都是非常的強勢 而長榮行以及華航呢 也創下了20幾年來的一個新高 那麼究竟投資人應該要來追 轉機性十足的航空股 還是要選擇高獲利 並且持續反彈的貨櫃股會比較好呢 今天我們再次邀請到了翁世俊老師 來到現場幫各位做進一步的解析 不過在此之前 歡迎先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以及開小鈴鐺喔 請接著就馬上來歡迎翁老師 來到現場幫各位做介紹 我們就來歡迎翁老師 阿哲好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今天的節目主軸 真的啦 就是許多投資人心目中的一個大問號啦 畢竟啦 投資人手頭上的資金就只有一套嘛 真的真的 那麼這一套資金到底要用來投資 航空股比較好還是貨櫃股比較好呢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兩個都可以買 對 怎麼買要有策略性啊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好 那我們老師 我們就先來討論一下這個貨櫃股好了 老師近期又有新型的一個變種病毒喔 那麼這也使得疫情再次出現了一個變數嘛 那麼老師 您認為這個病毒會如何影響未來運價的一個走勢呢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圖 其實喔 我跟大家講喔 大家都以為運價要跌喔 結果好像又沒有跌 在上週五又創新高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今天的貨櫃運價指數會不會再漲 好 那其實據資料統計喔 就是在目前在海上的 等待貨櫃船要等待的有127艘 這是創了一個 畢竟是一個歷史新高 所以還是塞港嘛 是 然後再來我們觀察到說 明年喔 RCEP生效 所以說那些東南亞啊 在中華民國啊這些 還有一些大陸啊這些 他們的關稅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會可以達到零關稅 百分之九十的物品 是 商品 所以說這樣的話 那貨櫃需求又更強了 所以這些都導致說 運價好像跌不太下去 那再加上說 我們看到說 塞港缺船缺櫃 這些情況好像都沒有特別的改善 那最近的話是東南亞縣市漲最多 不只是說美東美西那邊 東南亞縣市漲最多的 所以目前看來喔 這個Omicron來襲 航海王會不會再現升機 看起來好像還有機會 這運價有機會高居不下 不過老實雖然說啦 現在看一下運價 真的啦確實還是在高檔沒有錯 不過其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運價主要還是跟著 貨櫃實際的一個需求來做波動嘛 所以說老師 未來運價能否持續維持在高檔 您認為需要觀察哪些關鍵性的一些因素呢 好那運價的關係的話 能不能維持高檔 我們觀察幾點 第一個叫做準辦率 是 目前還是相當的低嘛 再來是塞港率 塞港率目前還是相當的高 好那假如說你運價它維持高檔 那就是說供給跟需求 是 好那供給來看喔 就是說明年新船下水量還是相當的低 所以供給來看是比較低的 那需求會不會很強 其實目前來看喔 在疫情解封之後 我們從這張圖來看喔 商品需求還是相當強勁 就是說美國今年就陸續打疫苗了 已經開始解封了嘛 是 我們看到這個商品需求你看都很強喔 年增率都是相當的高 所以說代表說 貨櫃需求應該還是蠻強的 老師你的意思是目前啦 供給需求沒有變得非常的多 但是需求依然非常的強勁 對對對 那麼老師我們大概了解到了 目前整體貨櫃航運業的一個概況過後 我們就先來進入個股的部分 我們就看第一檔的長榮 長榮是貨櫃航運三雄當中 近期反彈幅度最大 而且反彈最迅速的一檔個股 那麼老師究竟長榮這檔個股 是有什麼樣的力氣去推升他的股價 好其實我們之前好像也有入過 就是長榮啊陽明啊 那時候股價沒有漲那麼多 這跌破大家眼鏡 像12月的時候 11月底到12月這時候 這波長榮反彈七成 是很誇張 很離譜對不對 沒有人想得到 好我覺得這些大型資金啊 壽險啊或者投信啊 他們著遠於 就是說高資利率 因為每年都會炒一次 尤其是現在指數已經到了萬八附近 你說再去買一些長多的電子股 他們可能會有點怕怕的 所以說可能他們會去找一些 可能或是航運啊 或是銀建這些高值利率股 每年都會炒一次 那航運股我們講到已經是變成高值利率股了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長榮的基本面 當然運價是維持高檔 今年第四季原本是淡季 是 那因為塞港的關係嘛 再加上歐美那邊旺季 就變成旺季 對變成旺季 就是淡季不淡 所以說運價根本沒有跌 好再來 2022年我們看一下一些投庫的報告啊 就是可能會比2011年 獲利差不多 或者是更好 主要是我們剛剛講到第一個叫做 新船下水量少於2021年 所以 供不應求 缺口擴大 所以說 明年的第一季應該是很淡的 因為那些貨都已經送完了 那些電子商品啊 旺季啊 耶誕節啊 改天節旺季就送完了 可能會淡季不淡 所以旺季一個人會遞延到明年第一季 好再來 2022年5月1號是美國縣的長約換約 去年喔 去年2021年的4月那時候 SCFI的指數可能在2700多而已 那現在已經跳升到4000多了 所以這個換約喔 可能說對於長榮的獲利 又可以往上再增加一步 再來 最後一點就是 最近的題材啊 高質疑率嘛 我們說長榮啊 可能說賺個45塊啊 賺45塊不過分 今年賺40塊應該不過分 可能4445 法人大概顧這個數字 好那以往的配息率大概就是四五成 那我們抓個三到四成 所以目前的殖利率 前幾天上個禮拜可能還有10%左右 10幾% 那因為股價一直往上 所以可能會降到大概9% 9%10%那附近 那還是相當的高 因為現在大家都怕什麼 通膨 什麼都漲價 你現在去吃胡鬚張可能也漲價了嘛 是 頂太風啊 甚至衣服啊 鞋子啊 麥當勞都漲價了 麥當勞都要漲價了 你錢放在銀行 沒有變多 對沒有變多 那個放了一年的定存 根本就 少得可憐的 不到一%啊 不到一% 一年的定存不到一%啊對不對 可能要放三年才有 是 所以這種高殖利率股 我可能買的傳子傳孫啊 就算它股價沒有大漲 欸沒差 反正我領這個高殖利率嘛 所以說高殖利率股 絕對是明年第一季的題材 第二個低本益比 本益比非常低嘛 是 四五倍而已啊 如果之前還跌到100塊以下 那個真的是 10幾% 這避整眼睛買都賺錢 是 再來籌碼洗過一輪 好 之前大家 擔心融資太多 講到行業股就怕 是 因為太會跌了 從200塊跌到 好像 80 80幾嘛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90附近 其實也像我們上次節目所提到的 我們可以發現到 好像在11月過後 融資好像殺不太下去 感覺這個融資好像真的是中石庫的融資 真的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被 漲起來了 瞬間就來到140幾塊 籌碼洗過一輪啦 所以說籌碼我覺得相對乾淨 這一批可能想賣的 停損的 都已經先停損了 反而這邊 大部分的人 並不會有虧損太大 那麼老師就像我們剛才所提到 我們實際觀察到 長榮的股價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 其實長榮 從低檔的80幾塊 一路反彈到149塊 這個反彈幅度 您剛才也算過了 70幾個百分點 那麼接下來也面臨到了 150元的一個套牢賣壓 老師您認為 利用什麼樣的操作策略 來操作長榮會比較好一些呢 好 那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好 那這是禮拜四的收盤價 今天有一點做拉回 但是拉回幅度好像也沒有很大 因為它營收是越減 月減幅度不大 也就是說可能是塞港 營收可能低延到12月 好我們看這個技術面是相當的強勁 然後我們就是從畫一條線來看 可能大概149 150那邊 大概就是有壓力 沒錯 因為差不多 八月那時候的套牢 八月到十月 其實也沒有套牢了 因為它漲上去其實 你在那個時間買 其實都解套了 可是只是說量 你看量 你說 八月到十月 那是量很大 你看現在的量其實沒有這麼大 所以說它要再往上攻 我覺得第一個要補量 要補量 這是舊技術面來看 那現在已經是完全的多頭排列 所有的軍線都站上去了 那所以說 你說套牢的人 我覺得不多 你看在200多塊 那時候也是有短短的 大概兩三週而已 是 你說真的買在那邊 你下面你隨便攤 大家早就解套了 所以說 可是就是要補量 因為接下來 150就是一個蠻重要的關卡 所以我短線觀察 就是150如果能站穩 補量 我覺得還有機會再往上攻 那如果說你要買的話 你就是拉回做分批買 因為差不多在12級126那邊 可能是這個起漲點 已經有點轉強的味道 你就這種的話 長榮它也不會說突然的大漲 是 它就是漲得很溫和 跟以前不一樣 是 以前那個航海王室 每天漲停辦 天天漲停 買不到你就很痛苦 因為你可能隔一兩天買的價格 會比今天高很多 是 但現在不會 現在可能就是比較溫和的漲 所以說你可能拉回到 我覺得月線附近 可能太遠 十字線以下慢慢買 我覺得是一個拉回 可以分批佈局 因為明年第一季應該是不看淡 會有一個高殖利率的題材 好 那麼老師我們再看下一檔陽明 老師陽明現在看起來應該是 貨櫃航運三雄當中的 今年的獲利王 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 它的股價就是 這檔裡面最低的一檔 老師 難道會是因為陽明明年的一個 營運展望沒有像長榮跟旺涵來的那麼好嗎 不會啊 應該展望都相當不錯 對啊 陽明的股價卻最低 對啊 可能 因為我剛剛講到一個總結 就是高殖利率 那陽明都沒有在配席 配股 距離他上次配股席是2011年 2009 10年前 所以大家會對於他的配股配席有疑慮 是 可能沒有高殖利率 可是 我覺得拉 因為上次的法說陽明也說會發股席 是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可能就是忍確定 要發的時候就會發動 是 那就陽明來看 今年獲利也是 應該是搞不好是最多的 是 非常有機會 看起來就是 可能就是三檔裡面的獲利王 好 那 我們看最後一點就是說 歐洲縣的長約換約 漲幅可期 美洲縣也是 也是五月換約 那就是跟長榮一樣 2022年獲利應該也是相當的不錯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看第三點就是說 遠陽縣 淡季但是很旺 近陽縣 也是旺季來臨 所以我覺得陽明的話 股價是有點委屈 只是大家對他的印象不太好 可能喜歡買樓啊 差點倒閉 對 然後又現增 現增 現增價跌破之後 又一直跌一直跌 所以大家 政府出手救的嗎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法人啊 買的比較少 是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老師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嘛 目前看一下陽明 就會是今年的一個獲利王 但是股價就是最低嘛 不過這似乎好像也意味著 他未來的一個上漲空間會比較大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如果在操作方面 我們是不是應該將資金集中在陽明這場個股呢 我覺得應該分散一下 要分散 不要說集中在陽明 是 說你要買 我覺得長榮 你就跟法人買的話 買長榮是比較穩一點 他是一個指標性 那如果你想要 賺快速的 波動比較大 股本比較小的萬海 可能是比較好一點 那陽明的話 我們把它放大一看 它卡在一個關鍵價位 因為9月底 9月27號那邊有個黑K 它是一個起跌點 它的高點在130附近 那很明顯就是說 陽明這一波反彈的幅度 是遠遜於長榮 沒錯 第一個就是法人可能買比較少 再來 法人對於 他的明年的殖利率 有一點疑慮 可是我覺得應該還是會發 他的殖利率 如果真的有發 殖利率應該還是有到10%以上 那時候可能就會展開一個公式 那陽明的話很簡單 就是看這個 那半年線的位置 差不多也在 現在127這附近 那假如說他在130 如果能突破的話 能站穩 我覺得就有機會去做補漲 哦 那麼老師我們再看最後一檔的萬海 老師 萬海喔 其實前一陣子 長榮跟陽明在反彈的時候 其實萬海的反彈幅度 相較來說 卻是非常的小 不過這個禮拜 好像又有點落後補償的味道 所以說老師 你會如何來看待萬海這檔股票呢 好 那萬海這個禮拜 漲幅相當相當的大 是 相當相當的大 好那我們把他放下來看 他主要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東南亞運價那邊指數是創新高 而且漲幅是相當的大 反而比美東美西那邊還大 所以萬海 那大部分 你看他第二個的話 他大部分都是跑亞洲線 亞洲線佔比比較高 比較高 就31%嘛 中東印度那邊16% 那這一年他又把美國線稍微拉高 最近又把一兩艘船拉回來到亞洲線 所以讓 等於說策略完全正確 所以他最近也是積極的擴充船隊 砸了20億買二手船 主要就是覺得說 亞洲線這邊應該相當的不錯 尤其是 中國跟東南亞這邊復工 其實這個 需求是還蠻大的 好那我們就看技術面 最近反彈倒是還蠻強的 是 就是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反彈很強 瞬間已經快到了半年線了 之前覺得萬海好弱 都不會漲 最近真的極起直追 主要是最近投信買得很兇 最近投信一開始先買長榮 長榮 對先買很低點就買很聰明 然後最近開始 買萬海 在前一陣子買陽明 那現在開始 毛起來買萬海 你看他現在 他真的有出量 他有工的出量 所以我覺得短線他還是會 算蠻強勢的 會展開一個落後補漲 去趕一下長榮 趕一下陽明 好那萬海的話一樣 這個WD已經打完了 假如說頸線 200塊如果能站穩的話 我覺得倒還是有 往上去做挑戰的機會 那下一個關卡 壓力比較大 可能就是250 那附近 我們就挑一個整數關卡 那麼老師我們在佈局方面 一樣是等拉回再做低階嗎 欸萬海的話我覺得可以 去追 對可以用追的 好那麼老師我們介紹完了 貨櫃航運股之後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航空股 老師近期 航空股的股價表現 也算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強勁 就像我剛才前面所提到 華航跟長榮航 股價也創架了二十幾年來的新高 老師到底為什麼那麼強 哇 航空股真的蠻強的 而且又是一個利空去測試 這個Omicron 變種病毒 變種病毒 一出來大家很害怕 把航空股砍光 因為想說 哇明天本來想要出國去玩了 現在應該這個Omicron病毒 可能又不能出國玩了 哇結果一砍 砍下來 砍在地板 那你還記得我們在先前 有跟大家講 華航長榮航的操作策略 就是破十字線分批買 就是好的佈局機會 對目前來看 好像這策略還蠻正確的 那為什麼那麼強 我們先把這張放大來看 好那最近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 航空貨運的漲勢非常強 其實在12月後已經調漲兩次價格 12月上半許一次 12月 11月 怎麼講11月 11月上又調了 然後最近又調 所以說它的漲勢是相當的強 在貨運 貨運這一部分 是 好那也有看到說 我現在連浴缸也要用貨運 是 也要用空運的貨運 所以說代表說 這需求是相當的強 那我們再看 你看喔 從去年喔 去年其實每公斤在美東線 那個運價是500元 美西線是430元 你看今年已經漲到了 因為有一些集貨啊 是 漲到700到750美元 所以漲幅還算蠻大的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那幾個原因啊 我覺得 我們來我們縮小來看好了 我覺得 法人會去買航空股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有想像空間 它那種虧轉營啊 EPS大幅成長 你說假如說 長榮陽明 今年賺四幾塊 明年了不起也是四幾塊嘛 對不對 那今年的長榮陽明 大家本來預期它是虧損的 今年應該會虧不少錢 因為你飛機又飛不出去 但是貨運這一塊喔 溢租了它大幅的獲利 所以今年可能會賺到一塊附近 或是逼近一塊 但是明年 可能會賺到兩塊多是三塊 所以你是不是跳著一倍 那就是很有想像空間 題材性就變得很多 題材性就很大 那就是因為法人喜歡買這種虧轉營 或是獲利大幅成長 就像貨櫃三雄 你說今年是四幾塊 前年呢 去年我們講去年 去年的EPS很低啊 沒有多高 對啊 所以才會這樣長成 長得那麼瘋狂 所以我們再把這張放大來看好了 好放大來看 那2021年 每年第四季是空運的傳統旺季 每年第四季是旺季 每年第四季是旺季 因為感恩節 跟聖誕節 跟歐美的購物節節慶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各國的疫情 已經慢慢的減緩 假如說全球的疫苗覆蓋率 2022年完全的完整覆蓋 那我們就可以出國去玩了 本來 那就可以加上 從貨運這一塊 加上客運 那它的爆發力就相當強了 那再看的話 最後一點的話 貨運價格真的是狂飆 而且這個股價又經過一個 利空測試 這個Omicron 利空測試過 好像真的跌不下去 所以目前來看 航空股還是蠻有機會的 老師聽你這樣講下來 航空股會不會複製 像去年的貨貨航運這樣 我已經講過 不會 有點難 因為真的你說 獲利差太多了 對獲利差太多 陽明是從 八九塊 漲到兩百塊 你說航空股要漲到 要破百 就有點困難了 很誇張 因為這個EPS差太多 我覺得主要就是EPS的問題 因為你獲利 股價最終還是要回歸EPS 為什麼陽明長榮可以漲到兩百塊 EPS高嗎 EPS高啊 你到年底來看 真的EPS就是這麼高 是 那時候很熱的時候 真的可以漲到兩百 那你說航空的話 你EPS要高到超過十塊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說 可能就是 短線操作 OK好 那麼老師 我們就直接進入個股的部分 我們先看第一檔的華航 老師就像你剛才所提到 在11月底的時候 華航遇到了一個利空的測試 股價迅速的拉回 結果沒想到這個禮拜 又迅速的 站回去所有的均線之上 所以說老師 華航怎麼操作比較好呢 我們放大來看 華航的話 其實最近表現相當不錯 只是說最近 融資增加比較多一點 很快 融資增加很快 而且法人好像是賣 華航 然後買長榮航 那可能會有一個 年底的集團作帳題材 長榮航可能會有 那我覺得短線操作的話 區間 區間 先看區間 因為 這一波其實它有打下來讓你買 就是因為那個 Omicron的利空 打下來 真的有破十字線 你十字線以下分批買 目前來看是賺錢的 好那因為它錢高沒有突破 錢高大概在30塊 31塊那邊附近 我覺得 你先用一個區間操作比較好 因為它可能會有第二波漲勢 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年底前 不太會跌 因為已經利空測試過 再來 前一波起漲的時候 我那時候投信跟外資買很多 總不可能說年底 要作帳的時候 砸自己的腳 股價一定會拼命的拉起來 所以我覺得有拉回 可能有拉 一樣我們策略也是一樣 我覺得 你就沿著月線 月線操作 月線的話大概在27塊附近 假如說跌破月線 我覺得就去接 就是不錯的買點 對就是不錯的買點 月線以下就是不錯的買點 那你要用一個區間操作 是 因為它很明顯 它在 大概在25、26那邊 是一個很強的支撐 是 就是說現在用一個區間操作 然後上方壓力 大概就是在31塊附近 331那邊 先用一個區間操作 然後等到明年 假如說法人繼續買 真的有突破那個 上方的壓力 然後你再去做一個 積極的追加動作 那麼老師我想再補充一個問題 你剛剛講區間操作 那如果 一旦 它的上方的壓力去突破了 我應該要全賣嗎 還是我覺得賣一半就好 留著正明年呢 先賣一部分 不要說全賣 OK 全賣可能 真的上去你可能就買不回來 不是買完就可能不敢買 是 心態上就覺得 不想要 賣便宜的 然後最貴的 一般的人都是這樣子 好 那麼老師我們再看下一檔長榮航 老師長榮航在技術現行 基本上就是跟華航一模一樣 所以說操作策略也跟華航差不多嗎 差不多對 可是我覺得長榮航好像 要往前 往上做突破了 是 其實這波的長榮航真的算 蠻強的 強一點 那長榮航其實它最近的籌碼 比較好 因為最近法人買的 比較多 然後融資增加幅度也沒有像 華航這麼大 因為大家想說前一波是華航比較強 是 大家衝去買華航 那長榮航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就是說 可能用一個區間操作也比較好 等拉回再佈局 一樣是月線附近在佈局 那如果說到了前高 我們放大看一下 會不會清楚 到30塊附近 因為它的 前高的話是29.4 那可能30塊附近 可以做一個減碼的動作 不要太過於積極追價 不要全買對不對 不要太積極去追價 可能區間操作也比較好 那一樣是等明年 假如說第一季的話 法人還是持續買超 那我們再做一個買進的動作也比較好 好 那麼老師在節目的最後 我想要再補充一個問題 因為前面這樣子聽下來 不管是航運股還是航空股 似乎啦好像都是 好消息利多消息比較多 不過我們還是要回歸節目的主軸 我們今天就是要探討 到底要來買航運股比較好 還是航空股比較好 所以說老師 您會利用哪些面向來進行比較呢 好 那我們來個大比較 是 就EPS來看 今年的EPS 當然你說長榮、陽明、萬海 大概都是四十幾塊 華航跟長榮航 估大概華航賺1.3 長榮航0.6 你就本益比來看 當然是長榮、陽明、萬海 他是比較好的 比較好 本益比非常低 長榮航跟華航比較高 然後你就EPS來看 就是說明年 我們看明年 明年的成長性 當然就是說 長榮、陽明、萬海的成長性不高 是 然後華航跟長榮航的成長性比較高 是 你看跳針就知道了 只是說短線漲幅 就是說華航跟長榮航 他的漲幅比較大 是 所以我覺得用一個拉回做佈局比較好 那我們再看股息殖利率 看你的方向 如果說你喜歡做比較長線的 是 你可以忍受報個 半年 對三個月 那你就比較適合去買長榮、陽明、萬海 看個人的操作股票的習慣 你如果喜歡短線 價差比較大的 波動比較大 那你就是要去操作華航跟長榮航 因為法人最近一直買 你看剛剛長榮航12月買了9萬4千張 華航也是買的 但是你看11月 其實買更多 其實買更多 但是最近 很多資金都跑來買長榮、陽明、萬海 你看11月 之前法人根本不買的 都是一直賣 那最近因為它跌到了 之前跌到了都100塊附近 那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所以他們也是做一個分批買進 策略我給大家 假如說你要做長榮、陽明、萬海 我覺得你用一個分批買進 做一個比較中長線的投資 因為我們看的是直利率 OK 因為它的獲利 就是今年跟明年獲利其實差不多 是 所以說是分批買進長線投資 那如果說你喜歡刺激一點的 做短線加長 你想要很快 很快就有賺個十幾% 那你可能就適合買華航跟長榮航 因為法人著眼於他的明年的展望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提债性比較強 提债性很強 OK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 翁世俊老師今天 針對航空股以及航名股 幫各位所做的介紹 大家可以持續的來做留意跟觀察 那麼觀眾朋友們 如果對本期節目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在操作上面 遇到任何的問題也可以 直接加入翁世俊老師的官邦Telegram 以及Lineat來做詢問 任何的問題馬上來做請教 翁老師都會親自來做回覆 那麼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也可以啊 幫我們的頻道訂閱按讚 以及開小鈴鐺 那在節目的最後也不要忘記 如果各位還有想要知道 什麼樣子的題材 什麼樣子的個股 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啊 留言告訴我跟翁世俊老師 未來有機會 還會再跟翁老師合作 拍一集影片來幫各位做介紹 那麼這一集啊 理財總動員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觀眾朋友們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一起去看 應該有機會 之前讀及我們 我們要一起在哪裡 關門 尺寺 勢努力 我們可以在一起 一起 論壇